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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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想要問的就是說 我們期待母親從小戶到老 但是現在我們女性的壽命 平均壽命是比男性長 獨居的女人比男人多 需要照顧的老年女性比男性多 她要超死的家務也比男性多 那誰來照顧這些需要照顧的母親 媽媽的愛好像就是無價的 這個無價也就是沒有價值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愛就被打劫了 所以我們看到母親節 真的是女人就被打劫 那被打劫呢 我們就看到說 在這個女人不只是 當人家的女兒你要照顧父母 當人家的媳婦你要去照顧你的公婆 當人家的太太你要去照顧先生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大家的年齡平均 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們看到七十幾歲七八十歲去照顧 九十幾歲的或是一百歲的 那這些照顧工作其實都是在女人的身上 因此呢我們看到說 政府在這整個一個照顧的一個工作上面呢 她其實就推給女人 我們有三個主要的訴求 第一個是我們要求照顧公共化 我們要的是服務不是現金 那第二個是呢 我們要求的是照顧要平等化 不要再把照顧的重擔讓女人來單 然後她需要照顧的時候 沒有服務可以來 沒有照顧服務可以提供 那第三個我們要求的是 就是對所有的照顧者都應該要友善 所以應該要有一個友善的 這個照顧的環境 那所以就是說其實這些女性當他們 關節骨絕疏中碰 不管是坐輪椅或是坐娃娃車的時候 可以看到剛才那個路面其實是 非常的顛撲不平 那出去感覺就是跟坐雲霄飛車一樣 那感覺在每個騎遊之間呢 雖然她這邊有稍微把它接起來 但是可以看到那個整個磚地 還有那個高叉 那不只是推娃娃車的人 甚至說這邊其實是階梯 那可以看到這樣連娃娃車上面 其實只是假娃娃都非常危險的狀況之下 那如果是坐著輪椅的就是 不管這些老媽媽們 那她這些騎樓的高高梯梯 其實也都是造成他們出門 其實就跟障礙賽一樣 因此在這次的這個長照的保險裡面 我們看到她只給現金 然後不給服務 所以呢其實我們要的 其實我們說要再推性別主流化 那性別主流化是什麼 其實就是說你政府在這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計畫 所有的這個預算的分配裡面 必須有不同性別的觀點 照護環境不友善 出門就像障礙賽 出門就像障礙賽 因為我們看到搜尋 我們看到搜尋 智障礙賽 也是最大的 屬性別的 因此 感谢观看